好,歡迎收聽今天的動脈無雙人,我是主持樹齡 有懷疑啦 贏者 路過的路人齡 就是樹齡環掃田坑日的開始 我準備了很久了,不過我一直在等有沒有嘉賓 應該說是Aiba以外的女生 這個是什麼?剛才沒介紹 這個在做自己的事的人 今天會說的題目就是 有1是RPG,有5是歐美是RPG 其實之前我們都說漏了一個題目的 就是華民地區的角色扮演遊戲 因為我們最近在ACGN說A、N、C 沒有怎麼說過 是時候說遊戲 叫90後的人 應該是未能接觸這些遊戲 因為90後的人通常已經踏入online的行業 或者這麼說 不好意思,我弟弟就是盜我玩 第一隻的台系 或者這麼說,在這個所謂的台系 RPG最風光的時候 都是在90年代 即是我們小學雞的時代 不,我應該是中學初期 差不多了 如果以電腦的進程來說 大概是DOS年代 開始到95 1995 就是台灣RPG 最頂盛的時候 當然你說 第一隻的,我想 在座幾個都未必有玩過 不是吧 你說什麼出來 一隻叫神舟百劍 我未玩過 我未聽過 完全未聽過 其實這隻自貫出的 我覺得是比較成功的 一隻角色扮演遊戲 雖然它是抄襲的 應該說它的整個模式 是抄襲一隻 好像叫做 我那隻都沒有玩過 這隻我也是聽過老一輩 那些人 即是你第一隻玩的 這隻神舟什麼 第一隻玩的遊戲 當然不是 你說如果真正是自貫出品 可能就是這隻 但你說之前抄襲 即它不是抄本土的RP 抄襲其他國家的RP 因為我沒有找到那隻的資料 那隻叫做御風戰上 中文名叫做 但我不清楚這隻遊戲 究竟是什麼來頭 它不像神風生極戰士3D 超級難片 好像不是超級難遊戲 不是 你也知道 創新作於模仿 當年台灣起舞 都是抄外國的RPG 說得很正常的 沒有進來 而這隻遊戲 你可以說 其實它是幾多 你可以說 我不叫抄襲 因為始終 我覺得應該叫模仿 無論是日系 或者日系 最喜歡的 戰棋類的玩法 再加上就是一些類似 魔法門 即是歐美遊戲的一些風格 它都融合了裡面 如果有些人覺得難聽說 就是四不像 可能叫做 當年在這個時候 我沒有記錯 應該自貫應該都算是台灣最大的公司 還是 所以現在 現在 我不清楚 要介紹當年的幾間遊戲公司 一邊說下去應該知道 對 這隻其實 應該沒有什麼 但第二隻 應該大家都一定會聽過 或者有玩過 第一代玩過 我相信大家都未必 牽原劍第一集 我有朋友玩過 我不知道他是刻意找回來 還是怎樣 第一集應該是多史年代 我記得 他真的特意找 我聽過 你可以說 牽原劍第一集 其實比較採取的遊戲模式 你的角色是以第一身視點 看出來 如果 你說 用一些近年流行的遊戲 你那個視點是什麼 就是 Puzzle & Dungeon Dragon Puzzle & Dragon Puzzle & Dragon 那類的視點模式 你自己操控的角色 是以第一身視點模式 你永遠不會看到自己的 只是看到一隻怪 還有下面的資料 是否像 大家打這個 寵物小精靈 Pokemon Game Boy 不同 Pokemon 也有第三身角度 比較類似 勇者鬥惡龍 那種 都可以 你可以說 但其實 我覺得 如果 比較像 我覺得比較像 魔法門 多一點 不過我相信 你說 參考的成分 應該就好像你這樣說 因為我相信 不是那麼多觀眾 懂魔法門 等一下 你們留我 牽原劍應該是大雨出的 不是指冠的 那現在是第二隻 我沒有說 你剛才說了指冠 最大的姦例是 牽原劍 都會誤會 牽原劍 是1990年代 那當然你說 牽原劍 其實為什麼我說 很多人都未必玩過 或者你 就算知道 玩過第二代之後 很想玩回第一代 知道的故事 很多人都會卻步 因為第一代 的繪圖方式 是用所謂 畫龜的方式 畫出來的 什麼意思呢 不是我 它的圖像 其實 當年 大家 在中學的時候 有電腦班的時候 學電腦的時候 第一次教你的程式 是叫做 龜的 我忘記了那個 實際上是什麼 我記得是英文 我有些印象 我知道是什麼 但我忘記了一個名字 我忘記了一個名字 有梅圈 好像是 Logo 是一個龜 就是用那種 而很多人 因為第二集 已經過了一段時間 所以第一集 開放的時候 告訴你 我也是先玩第二集 因為第一集 我比較少接觸 你說 東南亞利區台系的 RP 玩完第二代 我敲回第一代 之後 我都嚇了一跳 但我都堅持 玩爆了它 突然想起 是否叫Pascal 不是叫Pascal 很久了 我不敢肯定 我不是太敢肯定 好像是 那些程式玩都忘記了 因為是向前向後 轉左轉右 畫Vector 是啊 我不肯定就忘記了 你寫Poggram 一定是Logo 是啊 龜 我還以為夜行者 會支撃你這麼資深 龜走 我會留下一些痕跡 就是你的線 然後你在打程式前 你向前走 一定要學 畫個鐘 但其實沒用 那時候教完 講完 不用做功課 跳下課 那時候 如果軒元劍一 用這些方式去畫 那些工具都挺恐怖 很有成 這樣說 軒元劍一 其實說 入到戰鬥畫面 是沒有所謂的背景 你入到戰鬥畫面 是一個黑色的畫面 只會有隻怪 還有你會見到一些 當然會 那類型的類似 初型就是這樣的 但是 你說 當時也確立了 雖然是用PSOR 但其實它確立了一些 所謂的水蜜畫風格 在某些地方 水蜜畫的圖 那時候已經用水蜜畫? 水蜜畫的風格 我不可以稱為那張 叫水蜜畫 那張叫噴漆 那張叫噴漆 是第二代最經典的煉妖畫 你說這個 真正確立了 其實是說這個 圈圓劍特有的風格 不可以說 應該說 後期很多遊戲 所謂的俠客類型 再加神怪 其實你當是屬山 那類型風格的武俠故事 我有一個問題 合客加神怪 不是汪漢嗎 什麼神怪 汪漢有什麼神怪 合客是否自然沒有合風 都可以 類似中國傳統的神仙 女窩 那叫三個無雙五 應該說 有靈性的 外國RP就是用一些 宙斯大帝 三個無雙有防三藏 有女窩 有價 你看一下 而你說 為什麼 開頭有些人都覺得 一代其實都是 銷量或者人力上 都獲得很大的成功 但是 其實相隔去二代 第二代已經是四年之後的事 原因不是因為他們開發問題 這個是大於 我想 有人認識的是 多牧小組的 這個領軍人物 但是 蔡傘 就要去當兵 所以 令到 天然劍出現了 四年之後 才再有 但是沒有了一個領軍人物 就停頓都很嚴重 其實當年 其實當年 你說 這些遊戲 你說開發人數 其實是不多的 他們可能 三四 或者四五個人 其實你少了一個人 其實已經是 可能是很大的影響 而且少了一個領軍 不是少了其他位 可以看好位 沒有一個領軍人物 即是沒有一個領軍人物 沒有一個領軍人物 又可以拿一些 我們所說的東西出來 就是 我們一年前 在說H-game那一集 說過 所謂最多職員的公司 都只有三十個人 正常的 真的只有幾個人 這個是由九十年代 到現在 都只有幾個人 不過那些是 那些遊戲 這些遊戲 只有五個人 現在有特色 那你說呢 早期 你說其實還有一隻 要題 不過這隻 沒有說去到 法義法量 有一隻叫做 《合格英雄傳》 那這隻 我剛才之前 都幾強調 不強調 前面那兩隻 是說抄勇者大學論 因為這隻 真是認真 參考勇者 勇者大學論 勇者大學論 就是武俠世界的RPG 當然你說這隻遊戲 唯一的亮點 就是 它 其實都有些仙見之明 是有一個取妻的系統 是嗎 沒錯 這麼舊年代的遊戲 已經有取妻系統 直舊才有仙見 是否取不同妻 有不同效果 因為其實 這隻遊戲 有一個設定 就是 遊戲的故事 其實是延續三代 所以你要取妻 就是AGE 就是老婆 就拿來娶生了兒子 就不用理會 你快點看完 我看了三十多集 那其實你說 我們 即日系的 近年你說 有一隻比較明顯的 都是這種類型 我記得 就是一隻叫做 人家叫做地雷戰機 但我忘記這個chain 地雷戰機 我記得好像A字頭 玩什麼的 阿伯雷斯 不知道什麼戰機 好像是叫做 那隻遊戲 跟這隻也是一樣的 裡面有玩彩地雷 出話集 我記得最有的 不是 彩地雷的出話集 重點 那隻也是說 勇者是要用三代的時間 去豐憂某些東西 所以中間就要去 全中折代 就是找老婆 簡單來說 其實老婆 就是你的 他算了 好像每代只有三個老婆選 就是已經有得選 選 這代就沒有 我這代就沒有 我都不是太記得 因為我 玩了一次 我以為 這麼舊的遊戲 已經這麼先進 有得選 就是戀愛玉成 他不是只有幾個選擇 什麼家庭英美利 啊 二粒羊子 下一首是什麼 不知道 什麼 愛花嘛 啊 三個啊 夠選就行 然後 過了三個比較有代表性的遊戲之後 進入了大家都認識的 其實當中就好像有 金融的系列 就有這個時候的店 因為其實自貫當年 就向金融買下了這個遊戲的版權 開始陸續就推出 不同的 金融書的 作品裡面的 所謂的金融改編 什麼手版 我功課可能做得不夠 我想問另一隻經典 仙劍是否比較後一點 是比較後一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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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好像更後一點的 所以我才可以玩第一代 你比較後一點就想玩 你太多就玩不到 所以其實 但是 大家可能經常會有一個錯誤 就是說 究竟 其實有一隻比較代表性 叫做天地劫的遊戲 它其實是比仙劍做的 不過你說是一個重製之後 之後才比較多人認識 就是1999年 所以那些人以為就是 仙劍其實是 比天地劫更早 但其實是天地劫更早 天地劫更早 當然是有一個著名偶茄的遊戲 沒錯 難得偶茄 說一下 超難 你如果是新手玩這些遊戲 即是你沒有任何前人的經驗的話 你可以是 第二關還是三關 就可以完全是Game Over 不夠打 所以當年其實 是很過分的 很多台式的牛PG 其實都很著重 就是沒有攻略就玩不到 很多人都會是 只有一些比較努力不懈的 有些樣子會一批 寫攻略故事那些人 或者你會發現到一些 比如說可以重複戰鬥的 就是他不停叫做我們 什麼叫什麼 算是 報徐層 尺寸 他的行李 可以較黑點到他便可以賣錢 對 對 就會撿成這些 即是Pso的 你那些是甚麼 四十幾個 四十四里 不好意思 我想這些 當然天地劫就是另一間公司的 品牌作 就是漢堂科技 他不是第一隻RBG 看堂是否完全轉型還是倒閉了 轉型 完全轉型 當然你說這個系列 他每一代 至少他秉承到系統 每一代每一代都是這麼難的 很難玩 完全是不適合身手去玩 所以沒玩過 我玩了三關放棄了 很難 聽我的朋友的劇情寫了我 全部都是機械悲劇 這套作品的特點就是 基本上如果你沒有玩過一次 或者你不是很細心留意任何東西 或者是逐格逐格走的人 基本上的結尾是永遠是長半裏左右 逐格逐格走?你不要玩了 已經有不同的結尾了 有兩個結尾 我忘記第一代有沒有 但我肯定之後 99年的重製版 我記得是有兩個結尾 我記得是有 但第二個結尾 都是玩到偶爾才能玩出來的 這裡就不變細表了 另外你說當然 有極難的 極異的遊戲是什麼 全部都是金融系列的遊戲 不知為何特別容易玩 金融的意思就是那些獨立作品 比如說 自活組的那些 比如說少武江湖 什麼 以天屠龍記 那種 少武江湖 以天屠龍記 神雕俠 我玩過以天屠龍記 還有陸頂記 陸頂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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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嚴格來說不是RVG 我玩了這麼多隻金融系列裡面 我最深刻那隻就是陸頂記 因為好笑 其實我嚴格來說 我覺得這隻遊戲 不是一隻RVG遊戲 因為他的戰鬥實在非常簡單 不是RVG是角色扮演 我們戰鬥 當成是看一本電子小說 而且主角或小寶 功夫很差 你不會以為他打的 而當年 為什麼自貫這類型遊戲 會這麼深刻呢 就是 在他的寫法問題 當年 他這個系列的遊戲 你這部機 是好看你這部機 他的遊戲 其實是因應你這部機的效能 它是取得盡的 即是如果你這部機很差的話 我試過的 我當年還沒玩 這個 還沒換機之前 我玩這個陸頂記 皇城爭霸 所謂第一代 我打一場戰鬥 我要打半個小時 因為Low 大家都知道 一些比較舊的遊戲 中招就會是 沒有所謂的受傷動作 是向前向右移動 我那個向前向右移動 因為這部機能做得慢的關係 他那個動作可以做成五分鐘 你都忍受到 照樣子玩的 我爆機 那時候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我也忍受不到 太有空了 那時候其實沒有什麼選擇 有鏡玩已經很好 那個年代 其實很多台系的RPG 不知道為什麼 是比較看部機的效能 他沒有去設定一個 基本的速度 的檢測 所以 這個問題 你已經值得 就是金融群合轉的第二代 所謂的武林群合轉 他都依然現身這個問題 剛才是一個黑歷史 想問一個題目 是不是因為這些原因 促使到 九十年代中後期 網巴這件事很輕盛呢 不關事 不關事 兩件事 你會不會去網巴玩RPG 我沒有去過的 網巴玩Online遊戲 網巴玩Online遊戲 以我所知 網巴是主要玩Online遊戲 很少玩單機 網巴的機快一點 那是正常的 那不然怎樣做生意 但當年所謂的金融系列的遊戲 有一個特點 就是全部是沒有尾 他全部是會做到某一個章節 他就會當那個是結局 那就完了故事 即是斬開一半 斬開 有時甚至不止一半 甚至只有三分一 他用量大 當年那個宣傳說 不知道十幾二十 所以你會知道 所謂的神雕俠女儀 其實是逐關前面的故事 就是你不玩一 你二就會由中間那裡開始 但當然save是沒有成計的 他逐一翻已經有良心 但他會不知道有些遊戲 是等級三十開始 如果你是沒有前面的快樂 當然沒有這個 沒有計成的 照樣繼續一等一步開始 嘩 要重新練 那你說最快的那隻刀 真是六頂記 六頂記出完六頂記 黃成真伯 六頂記再參與六頂記二 但都是未完的故事 那奧拜死了沒有 死了 很早死 很早死的 那一部死了 對 那一部死了 那其實你說 跟著 當然要說 就是剛才說 經過四年之後 當亡小組 終於完成了這個 獻言見義 是的 這個作品 真的是 你說是第一個 台灣裏面最出名的遊戲系列的足作 是的 即是打向這個牌頭 那大家有哪幾位有玩過二代呢 我記得有玩過外傳 封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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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之母開始的 二代我還沒玩過 二代和封之母的年期是差不多的 其實是 其實遊戲系統都是類似的 當然你說 當年二代最特殊的一項就是所謂的 連妖戶設定 簡單來說就是合成設定 把怪合成 道具都可以 道具都可以 但最主要都是妖怪 妖怪 其實我覺得挺好玩的 就是有時候 玩一些RPG 你是看到一些怪 但是你不會 捉到他們做同伴的 觸話小精明 這些比較後些 因為他 很有趣 就是可以捉 這些怪來做同伴 可以出場 幫你打 而你說這一代的故事 其實它是承繼一代的 其實終於 你說有一隻叫做原創的RPG作品 它是有這個延續性在裡面的 當然你說這個系統其實都挺創新的 不過我忘記 我就不太記得 這種系統是不是他們第一次用的 還是日本或者歐美已經有用了 但是台灣RPG來說應該都挺新的 它有一個設定就是 當要施展一些比較大型的法術 是要所謂觸媒的設定 就是說 如果你要出一個大火球的法術 你就先要去準備一個火的符咒 然後跟著 你當作是觸媒 然後再去施展一個更大的法術 就是有前置的工具或者動作幫忙 當然 這個是跟MP同時存在的 兩樣東西來的 就算有MP 如果你沒有捉媒 你就算懂得最強的火系法術 你都會用不到的 如果這次後代技能 你有一個滿足的MP條件 以及你一學習某些技能去到某個技術 你當作是什麼 其實如果簡單一點去解釋這件事 就等於是把場地屬性轉換 所以別人都可以蓋你的場地屬性 所以其實他那時候的工房一件事就是 有希望 你可以說做得很少人會用這些法術的原因 就是因為大家鬥蓋 MPC會蓋你那個場地的法術 而令到你出不到招 而你這個回合就會刺激 我們玩完了 這些就是策略要策略 你要快過去 或者怎樣 而同時你說他都是輕而見的 其實都是所謂的 所謂的生命值 法力值 還有一行叫體力值的東西 因為其實他 你說當年其實都比較少有 其實就是他把所謂法術 和招式 是分開了兩樣東西來的 招式是用體力 就是內功 法式是用法力 你出必殺技的靈力 和你真的學功夫的體力是兩樣東西 所以你說在這個設定上 其實你說有個初型都已經是紀念 其實這個設定我記得都沿用到很厚 之後才取消了 變回一行 甚至是叫做即時戰報 簡單化 對 不是一行 方便跟回外國的 可能他的詞 底層 畢生意義 因為我覺得NPHP 不會分三疊 還有我覺得 你說天然劍劇 最開始確立的 其實都很成功的 就是 擁有歷史 他這一代 其實就是 我記得春秋的時候 很久 就是把他們的角色 和歷史人物 混合在一起 去建立一個新的故事 當然你說你知道歷史的 可能你知道 最終這件事都是這樣去導向的 但是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還有一些角色 可能有些 你這些歷史人物 原來都是懂法術的 原來他們都懂 算了 算了 基本上就好像現在 結合神話 他應該不是第一隻吧 我不是很清楚 他是不是第一隻 但是你說 所謂的原創神話 他應該是第一隻 就是在歷史背景 有歷史背景支持下 他再新加一些東西 去合乎歷史 但是他就自己去原創一些東西 當然你說這一隻 還有一件事 都是開始 很多遊戲之後都模仿的 所謂的隱藏工作室 隱藏工作室 隱藏工作室 是的 軒炎劍好像代代都有 軒炎劍的多磨小組 就是 由第二代開始 就正式 成為了遊戲裡面的其中一部分 角色 不是角色 一個場景 不是 成為一個角色 他是一個角色的 每一個 每一個成員都有自己一個角色 但他整班都躲在一個洞裡 會覺得像是一個隱藏 隱藏 因為外國遊戲常常有 對此代有自己的遊戲員工 NPC 有外國 但是你說其他遊戲都很少這樣加 很少 很少 很少去這樣加這些東西 在當時的台戲 就是說 叫做 他追得上時代 你可以看 但是 是否可以開始NPC 就是這樣 沒有 但其實有些玩家 不太喜歡這些東西 就是好像在破壞整個故事 不一定 因為 神之角度亂入 因為這個 在第二代裡面 進入這個世界 基本上 你可以視為一種秘技 因為你是要 在一個地圖上 用一個特定的Path 才可以進入這個世界 而進入裡面 當然他會給你一些 古靈精怪的item 不是 他不會直接給你的 他要你做某些事才可以 第二代我就不太記得了 我記得好像不同 可能要求上 給一些 神兵的程度 我記得有一代 二外傳 一或三 他是 你做了十四個 工作人員給你 那是三來的 工作人員給你那個任務 因為 天元劍之後 都確立了一個傳統 凡是外傳系列的作品 是不會出現 多磨工作室的 所以 你都不需要 怎樣去找 因為這件事已經是 關係來的 只有正轉他們 才會出現 但我覺得 他的工作室任務 多磨工作室 我記得 天元劍三外傳 就有了 三外傳 沒有 三才有 天之行有 我記得是有的 咦 那可能我記錯了 如果是有機會 那如果是失數的任務 即是外傳附屬 知識任務 所以你很記住 很後期才能打到 但沒有意思 基本上是最終武器 他通常的工作室 都是放在後期 才能打到 他不會在前期 最後的 所以我覺得 你打你沒用 不如我自己打輸 但如果你投入那個 那個歷史 有些玩一文中的原意 其實那裡的工作室的原意 其實是 給他們慎 我覺得是 和去玩玩家 你當是一個互動 其實應該是一個小支線 你不玩也沒問題 你當是一個小地區裡面的任務 你可以不進去 完全沒有問題 所以到他有的 好的 沒有的都放過機 不要緊 是否就是 Are you very friendly 不同 一定不同 差不多 你說玩玩家 當然要提的是 夜人姐都說他玩過的 其中一個就是接著 就是風之武 我有一件事想說一說 風之武 你現在說完 有件事好像幾特別 我不知道二代有沒有 機關術 我覺得挺有趣 機關術 二代有提過 但是真正拿來用 風之武會拿得比較多 因為二代你當是一種 故事裡面的設定 其實你當機關術 即是等於日系裡面 所謂的 魔葬記之類的設定 類似 但其實他都帶得成功 因為始終他 他帶了一件新的出來 圈作父會地引經巨點 就說 這個是老班的傑作 做出來其實都成功 可以說 多了一件新的玩 因為他簡直是 機關術整個機客人 機客人可以參與戰鬥 沒錯 還有一件事很特別 就是你不可以用回復術 去對那隻機關術 他要怎樣回復 就是一樣要修理 分開來 人和機人 我覺得這件事 而且他也引入了 就是所謂的機下人的裝備 其實都是個別的 只有機下人才有核心去換 而核心其實很會調整 核心其實是把一些動物放進去裡面 嘩 這些是逆期的 你當是什麼呢 好像隻老鼠在一個籠裡面 不斷走 不斷動力那樣東西 這個是不是 藥蔥呢 24次為什麼要這樣跑 所以其實煉妖屋 其實你要強化 你那個機下 叫做機關術那個機下人 煉妖屋是非常之重要的 其實是 因為很多時間 因為他一定 不可以放怪物 他只可以放動物 還是一些 我不知道設定裡面 其實他應該是有設定的 其實是一些比較細型的動物 總之可以濕到裡面 即是那些什麼 蜘蛛、蟑螂、老鼠、四隻蛇 老鼠是有的 四隻蛇 我就不記得了 像環保能源 米奇 那隻東西不用吃的 那隻東西是永久物來的 但是你說是 這兩代 因為其實 摺著的蜂之墓 其實都已經是 過了一年之後 就推出了 其實好像都沒有了 大半年 因為整個系統 都是用回二代的系統 其實他是不是二代寫不完 特意出的外傳來寫在後面 又不可以這樣說 其實他應該有另一個 在二代的故事 大教官裡面 用另一個角度去寫故事 那你可以說是正傳 因為通常 他外傳的性質 在《遺言劍》裡面 雖然其他類型的作品都有 但他最主要是 保養回 他那一代的外傳 保養回他那一代正傳的 一些故事的設定 或者是沒有看過的東西 而三代當年也是這樣的 這一節就到這裡 我們下一節繼續 再見